红达店的股东会登场 董事长王雪红率领了经营团队和小股东面对面对谈 那由于去年是亏损的 今年董事会是不配发鼓励 那么王雪红也特别和股民信心喊话 他说股价是一时的 目前经营团队非常努力面对挑战 希望能够在两到三季之内就能够看到成果 你们老是持有这股票 事实上不会失望 红达店董事长王雪红股东会一开口急忙信心喊话 因为去年是上市以来首度遭遇亏损 EPS负1.6元 股价也从2011年的1300元直直落 董事会决意不配发鼓励 成为上市以来头一招 股价只是一时 就像在台湾能够有这样的红达这样的公司 你们是股东也应该以为傲 只是说我们现在事实上真的要非常努力 因为面对的挑战不只是三星米果 后面有华为小米等等 这个不仅是在行销方面跟设计方面 什么东西都要突破 我希望各股东给我们信心 要股民多给红达店一点时间 王雪红身为最大股东 强到目前为止只有买没有卖 用来证明对自家公司超有信心 不料数字会说话 五月营收210.64亿元 月间4.6% 年间27.37% 成绩未见起色 像HTC能够一直不断的两三年 两三年就一直突破的公司 可能也不多 尤其是能够突破到全球建立品牌 两三季之内我们认为 我们就会 就会能够展现出来这些新的价值 相信未来两到三季就能看到成果 长达超过四小时股东会 经营团队包括王雪红 周文明以及财务长张嘉玲排排座 一一解答营运疑获 希望能重燃股东信心 林宋春夫桃园报导 中文字幕提供